Hello 大家好 我是Josie 我是明明社工 灵性咨询师和灵媒 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澳洲做社工的经历当中 是不是有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 或者是 我是不是有通过我的灵性能力 或者是灵媒能力来帮助我在工作当中做案子呢 当时看到网友提问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 还蛮有趣的 因为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所以就可以马上拿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在澳洲的社工 角色非常非常不像志愿者 所以我自己所在的领域呢 是做儿童与家庭服务的 也就是说 当一个家庭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需要一些外力的介入 那这时候呢 政府就会把这些家庭介绍给我们 然后跟我们说他们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助来保护小孩子 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成长环境 因为我是个案管理 我们做个案经理 那就比较像是 比如说这一家人 他是我的客户好了 那我就要去评估和判断说这家人的现在状况是什么样 那中间就包括我要跟客户沟通啦 我要做一些环境上的评估 我要做家庭上的评估 我要做这一家人心理状态的评估 比较像是一个整体的状况 然后从中去找到一些切入点 去让对方接受你的帮助 去让对方接受外力的介入 因为大部分家庭其实都不是很希望外力的介入 通过种种调整让这个家庭达到可以让小孩子在里面开心成长的状态 在社工的工作当中我们的case大部分都是砸 因为你设计到的是一个人的家庭 一个人的人生 每个人都要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不是说我哪一个公式 我就可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一个家庭 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说 就算这一家人他有精神上的问题 他并不代表同样的解决方法 不能套用在另外一家人身上 因为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个体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接受度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背景和环境 来让他们对同样的外力介入 产生同样的反应 所以呢这就是我的工作 为什么每天都很忙 因为我们都是在跟每一个人 他们每天的真实生活打交道 我们都是在跟每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做交流做连接 那人生不可能随时都是一帆风顺 所以有时候呢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你知道吗 这家庭突然就像 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这样 然后有可能就是突然发生家暴 然后客户没有办法回家 因为害怕回家 那小孩就在家里面 有可能就是吸毒啊 然后又被警察抓走了啊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紧急事情 叫我们去处理 就是都是我们再去介入别人的人生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遇到我通过灵性能力来处理案子呢 或者是我也没有遇到过灵异事件呢 我先讲一下灵异事件好了 我有遇到过灵异事件 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啊 我遇到过膜 这是我还蛮常遇到的东西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的工作对象 大部分都是很有问题的家庭 没有办法自己更生 当一个人处在一个低潮的状态的时候 或多或少 有可能都会有膜的介入 有可能有贪嗔痴嘛 就比如说我最常遇到膜的家庭 就是那种吸毒和贩毒的家庭 膜还蛮常在他们身边出现 我现在目前看来 我还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更高阶膜 因为他们可能就看上去都是神的样子吧 然后我也不可以 但是我有看到过比较低阶的膜 最最最直接的反应就是 我在跟对方交谈 30分钟之后 我就开始浑身冷到刺骨 我就开始不停的抖 明明也是大夏天 明明也没有什么很冷的冷气 但是我就是开始抖 就每次跟对方讲话 超过30分钟就不行 因为我就会抖 那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 周围可能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存在 就是有膜的存在 那有一次呢 当我还在儿童保护部的时候 然后对方也是一个很有毒瘾的一个人 我在跟他交流了之后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毒瘾非常非常强 曾经是一个很正常的 就是也是在政府里面工作 有非常好的薪水 非常好的家庭 有两个小孩 但是他就是因为沾染了毒品 失去了一切 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呢 他还是在想要去吸毒 他还是觉得 那我都已经这样了 我就放弃吧 那他在他旁边就真的是有一个膜在 那天我去家庭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膜好像跟我回家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天我是第一次 真真切切的感觉得到 哦原来除膜是这种感觉 回家然后我睡一觉 然后醒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门口 然后站着一个 跟房顶差不多高的一个黑色窟窿 有点像灰色吗 反正他是像黑灰色的窟窿 很高 然后他浑身在冒黑烟 然后我就整个人吓到 吓到就跑到卫生间里面 然后卫生间里面 我就时时抵住那门嘛 那其实我以为我自己在睡觉 你知道吗 就是我早上睡觉 迷迷糊糊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抵住那个门 这时候我手上里面 有一把光剑 其实有点像是那个 星球大战里面 那个Darth Vader的那个剑 有一把光剑 我就说 诶 为什么我有把这个剑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剑可以干嘛 所以我就直接抵着那门 然后就这样捅 就捅那个对面的那个膜 因为他一直很想要破门进来 然后我捅的时候 他挣扎很厉害 所以我就是抵门抵得很用力 但是我身上也有被撞到 我有被撞到 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 因为我以为只是一个木而已 就肌肉很酸痛 就肌肉非常非常酸痛 然后手上有那个被撞到的 瘀青的痕迹 我当时还想说 如果真的是一个梦的话 为什么会在我身体上出现这样的反应呢 然后后来我就去问了 若黄版主 他版主说 对啊 你就不小心砍了一个膜啊 我说原来砍膜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 我第一次砍膜经历 当然也就是贡献在我工作当中 就不小心会有低频的东西 跟我回家 之后我也有遇到过 我的客户 他是有 Psychosis和Skinsephrenia 这种有点精神分裂症 就是说 他们在当下呢 不是他们自己是另外一个鬼进来 或者是他自己的自我意志太弱 然后他旁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给他意见 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他就只能成为旁边的那个鬼的一个傀儡 我在做Skinsephrenia和Psychosis的客户的时候呢 在他们周围就有非常多的鬼啊 我不会随时都开频道 因为我开频道是有点像是on and off 就是随机的 但是我有时候进去呢 在我工作的时候 然后就感觉到我周围就是那种 就有很多 就是你走进那个空间 你会觉得那个空间明明就没有人 但是为什么很紧 然后就有很多东西在你周围 这样绕来绕去 就想要看你这样 然后我就看就明明就周围就很多鬼啊 然后一问那个客户 然后他就说 哦原来他是有Sachosis 或者他是有Skinsephrenia 然后就发现 哦原来Sachosis和Skinsephrenia是这样子 在我工作的时候 就是比较领异的经历啦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说 因为用我自己的领媒能力吗 在我的工作当中 因为我自己的领媒能力吗 说真的我不是一个会很依赖自己的领媒 灵性能力的人 所以我不太会去判断 我是不是有真的在依赖 或者是运用到我自己的领性能力呢 大部分专门下我觉得我就是麻瓜 我就是跟大乐一样啊 因为在真真实实的工作当中 其实像我们在认真生活的人 你也会有感觉到 你真真正的在工作 并不是像说 我就是要用领媒能力来感官 或者是用我的领性能力来判断 因为我们在做每一个case的时候 或者是在跟每一个家庭交流的时候 你去感受到的真的就是他切身的问题 就是他切身需要去处理的麻烦 就是他真真实实的生活 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在没有别人同意的状况下 然后打开频道去探究别人 我觉得因为是我自己的工作 我需要做的真的就是去认真地倾听他们 去给他们应该被得到的尊重 去捍卫他们的权利 在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的时候 我需要站起来为他们发声 我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让他们觉得说他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他们的改变是有价值的 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再继续的 或者是让他们去相信说 这个世界真的是有人在care我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要去如何做到这一点 作为人的这一点 而不是去作为灵媒 所以我自己的灵性能力 在我的工作当中 并没有想要去用它 就是我就是他实实生活的一个人 我并没有非常非常的专注在 想要去运用我自己的灵性能力 帮我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话说回来 我的灵性能力不能帮我解决任何问题 只是说有时候 比如说有人讲话 然后我会很明显的感觉 觉得他心口不一 他只是说可以帮我判断说 这个case好不好做 我觉得他是一种直觉 他不是一种灵性能力 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我在做社工的时候的这些经历 我在做社工的时候 遇到的这些灵异事件 以及我在做社工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运用到我的灵性能力 因为老实说 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灵媒 虽然我自己有灵性能力 但是我并没有在我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当中去依赖它 我觉得更重要的对我来说 是怎么坦坦实实的生活 是怎么把这个案子一步一步的做下去 是怎么在沟通的当中 去倾听对方 去理解对方 是怎么在跟对方的对话当中 提出一个让对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是怎么可以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一步一步的跟着他们一起走过他们的这一段人生 以及在分别的时候 我也是要怎么去祝福他们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 那才是我在工作当中真的在使用的灵性能力真的不重要 那遇到鬼就遇到鬼了 说真的 我就是 就算我看到一个鬼 我也不能怎样对吧 我在工作当中 我也不能怎样 我不是说你家有鬼了 对吧 或者是我就突然帮他出轨 这也是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也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那我看到很多鬼 我最多就是在那个当下 叫他的名字 然后去给他肯定他自己的自我中心 和自我价值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啊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呢 就请喜欢这支频道 或者点赞 或者是留言 如果大家还有对我的工作 或者是生活 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呢 也就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